现在跟大家分享脸上的七颗漏才智 第一个是额头正中央有智 额头在相学当中称为天庭 额头正中间的部位称为天中 代表一个人的官物的运势 如果是额头的正中央长智的话 这个智是恶智或者是一些死智 不是那种吉祥的国智或者肉智 那么这种智称为漏才智 此智会影响到个人的判断力 考虑问题的目光不够长远 缺乏理财的能力和想法 花钱的时候也容易大手大脚 也容易伤到早年的和父母的缘分 早年祖阴一般父母助力不多 同时在花钱方面也是不知道节制 刚才讲的只顾眼前快活 即使有钱也在不知不觉间花光 有钱也守不住 这是天中见智 那么第二个是额头上方有智 这个额头是主智慧的 这个眉尾是主感情的 如果是额头上方有智干扰的话 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力和智慧 做事缺乏理性 喜欢感情用事 属于那种帮亲不帮理的类型 对待周围的人也比较大方 对待金钱是没有什么概念 有钱就花 很难存得住 即使手里有些钱也是左手进右手出 根本留不住 所以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金钱方面的问题 日子是过得捉襟见肘 额头上方的智也是主 今年时期 社会在职场当中的 会出现这种经济拮据的情况 第三个是右眼和眉毛之间的长智 也就是右眼的田斋公长智 这个认为田斋公 这个地方代表一个人的高山 家业 家庭关系 包括财运 如果是一个人右眼眉毛 眼睛之间长智的话 尤其是这个智还呈现这种灰暗之色 比较暗淡无光 代表着家宅部容易产生变动 而且祖上也没有什么产业可以继承 自己能力又有限 一生财运比较差 生活奔波 还经常遇到一些破财和漏财的事情 家庭成员之间还容易发生矛盾 过得非常的不开心 这是家宅不宁的这种智 这个田斋公长智容易影响家庭的稳定性 那么第四个是眼睛下方有智 眼下方的部位称为泪堂或者子女工 代表一个人感情运和子女运 如果是眼睛下方长智的话 这个智能为泪智 长老子智的人一般的头脑是非常聪明 能力也出众 但是财运非常的不好 容易被另外一半所拖累 感情上也是很不顺 找的另外一半不理想 能力也非常差 虽然这个另外一半的能力比较差 自身的能力还是可以的 虽然是非常的辛劳 但是却挣不来钱 内心比较沉闷 意志消沉 为了子女的是超心劳神不断 这个内肠眼下也是子女工所在 所以眼下子女工的智 也是出现一种 也是被称为漏才智 最五个是耳垂长智 耳朵代表一个人的智力和财运 包括早年的福音 都是体现在耳朵上 耳垂代表一个人的福气和凝聚力 如果是一个人的耳垂的部位 长有恶智的话 这个智是典型的漏才智 长有子智的人 一般的智商很高 很会赚钱 但是却不涮于存钱 花钱如流水 但是挣钱比较容易 所以花钱特别的大方 没有计划 钱财总是左手进右手出 根本就存不住 女人爱花钱 男人都会因为女人而破财比较多 这是肥的部位长智 那么第六个是 刚才讲的图片当中肥长智 那么第六个是鼻头上方的智 鼻子在相学当中称为财不公 代表一个人的财库 鼻头的部位长智的话 这个智也就是招财智 但是也是一颗漏才智 要看智的形态 如果是长有此智的人 长有这种比较色泽暗淡的 这种比较形状规则不一的 这种智就容易出现这种漏才的情况 事业上也经常会 遭了一些小人干扰 容易破财漏才 再加上如果是鼻尖孔 更是如此 但是同时这个智 跟刚才讲的 出现在鼻头和鼻翼之间 鼻翼是财库 也就是一个人的钱袋子 如果是智长着这个地方 一般是就象征着 钱袋子破了一个洞 钱才会在不知不觉间漏掉 有钱也留不住 这是鼻头上方的智 第七个 嘴巴在相学当中 也是称为实怒工 也看出一个人的享受欲 和管怒工 和出纳工 也称为跟人的处理人际关系 和交际能力有关系 如果是一个人的嘴唇上 有赤的话 这个赤是一颗损财赤 是非质 如意招惹是非的 口舌是非的质 一般来说 长于此质的人 大多数心直口快 说话不够脑子 做事缺乏思考 理财能力非常差 但是贪图享受 此处也是实怒工 刚才讲的是 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享受欲 花钱时大手大脚 一点也不知道节省 挣多少花多少 过完今天不讲明天 经常会因为身边的人和事 而出现损财的情况 好 这是七颗漏财症 如果是有空过可以看视频上方咨询 或者是关注本频道 会长期分享这个 相学方面的小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